妻子为了救她的白月光 把我留在火场里活生生地被烧死 在被火焰吞噬的那一瞬间 我重生回到了她向我表白的那天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我拒绝了她 走向了人群里 那个眼神落寞的少女 站在少女身旁冷淡地对她说 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柳如烟正捧着一大树玫瑰花 含笑看着我 我愣了 没想到我真的重生了 听着周围传来的答应她 答应她 我脑海里却涌现出被火吞没后的记忆 祈求上天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选择她 甚至会离她越远越好 突然有个声音响起 确定吗 我无比坚定 是 没想到 我真的回到了柳如烟向我表白的那一天 我和柳如烟从小青梅竹马 我喜欢她 全世界都知道 高三刚开学 她在晚自习下课后跟我告白 那天 我以为我们是两情相悦 终于捅破了那层纸 后来我才知道 跟我告白 不过是她在跟徐浩赌气 在上了大学后 甚至大学毕业后 她都跟徐浩纠缠不清 在每一次二选一中 我都是被放弃的那一个 我终于醒悟 提了离婚 没想到却遇到徐浩上门挑衅 直到火灾发生 我没等到救援 却看着柳如烟 拉着徐浩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一刻 我的心彻底死了 所以 这一次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我拒绝了她 热闹的操场 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也对 前一世 我一直是柳如烟的蹲屁虫 追在她身后 嘘寒问暖 每天给她带早饭 体育课的时候给她送水 给她准备文具 帮她理清试卷 晚自习后 等她一起回家 明眼人都知道 我喜欢她 柳如烟的脸 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顾承安 你再说一遍 我看着她冷笑 再说一百遍 我都是那句话 柳如烟 我不想做你男朋友 我也不喜欢你 我都高三了 只想好好学习 说完这句话 全场倒吸一口冷气 人群里有人小声议论 信我是秦始皇 都不信顾承安不喜欢柳如烟了 说不定是欲擒故纵的吧 可是当众被拒绝 柳如烟脸都要气黑了 我不想成为人群的中心 转身就要走 被柳如烟拽住手腕 她压抑着怒气 顾承安 你发什么疯 我发什么疯 这是不是要问问她了 徐浩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 她会跟我表白 不过是在她眉里受了气 两个人冷战后 徐浩又找了他们班里 一个女生暧昧 气得柳如烟 扭头就跟我告了白 因为她笃定了 我是喜欢她的 不会拒绝她 她想要徐浩服软 所以利用了我的感情 我低头 看着快红的手腕 一根根掰掉了她的手指 指着站在人群最后的徐浩说 你不是喜欢她吗 你们两人赌气 拿我忌天 怎么 活该我是大冤种吗 一瞬间 柳如烟愣在原地 她看着徐浩离开的背影 右转看向我 带着警告的意味 顾承安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干嘛要牵手到别人 我在闹 这维护的姿态 果真是坐实了这件事的真实性 我抽开她的手 看着她一字一句 柳如烟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说了 我不喜欢你 她冷笑 你不喜欢我 还能喜欢谁 17年的感情 让她有足够的自信 认定我非她不可 可我好不容易重回高三 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我走向了柳如烟身后 那个眼神落寞的少女 那是年纪第一 林秦雪 我站在她身边对柳如烟说 我喜欢学习 我想考清华 然后转身对林秦雪道 林学霸 以后可能要经常找你请教咯 拒绝柳如烟后 我们陷入了冷战 大家都在猜 我一天不到 就会主动去找她 甚至还设立了赌注 而我冷笑两声 也下了一个注 永远 不是吧 顾承安是不是吃错药了 悄悄地说 柳如烟人都要气死了 顾承安没给她带早饭 就早读的时间 已经发了好几桶脾气了 这并不关我的事 我现在只想学习 我只求她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高中时 其实成绩很好 只不过高三 跟柳如烟在一起后 最后也顺应她的想法 留在了本地上学 后来我知道 因为徐浩也在这里 她是故意的 打开书包 我才发现 里面还有我给柳如烟 准备的成套文具 我拿出来的时候 就听到柳如烟的同桌说话 我就说嘛 她称不过一上午 而柳如烟一脸傲娇 似乎在等着我亲手 为她奉上 我只是把东西都拿了出来 转头送给了我的同桌林晴雪 学霸 提前汇录一下 以后拜托你的事情还很多 其实说来 上一世我跟林晴雪的交集不算多 她好像永远都在学习 我也偶尔问过她一些问题 不过因为确定了 自己的分上本地的学校绰绰有余 所以我后面也没努力 但我似乎有点印象的是 她问过我想考哪里 我那个时候 满心满眼都是柳如烟 所以我指了指柳如烟的方向 她去哪儿 我去哪儿 林晴雪也没多说什么 眼下 我送来这些文具 她抬起眼来看我 清冷的眼神里 带着些探究 我笑得坦然 唐突了 如果你不喜欢 我就扔了 听到扔了这句话 柳如烟的脸变得十分难看 甚至还重重地 踢了一下前面的桌腿 可令我意料的是 林晴雪说了一声谢谢 就收下了 决定要好好学习 远离他们两人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的水平 离目标大学还差得远 但我也爱死了那种 跟数学单挑 熬战到深夜 欲死欲仙的感觉 爱死了 跟学霸们讨论一道题的不同解法 豁然开朗的心情 原来 不以柳如烟为中心的生活 居然这么有趣 很快 高三开学的试试大会就来了 上一世 我被推到演讲台上 我有信心跟柳如烟考上一所大学 剩下的时间 不如用来享受学生时代的美好 一时间全校震惊 甚至还被请来了家长 现在想来 我都想揍以前恋爱脑的自己一顿 这一次 我安安静静在人群里 默默背着单词 尽量降低存在感 可自由发挥时间 班里有个女生突然开口提一道 顾承安不是学过播音主持吗 代表全班上台说两句呗 有一些人跟着附和 笑死了 让他上去当众 跟柳如烟告白吗 丢脸 他不是拒绝了柳如烟吗 现在是又想求和告白表达心意吗 我猜他不敢 是啊 他肯定不敢 好无语啊 还自己吓住永远不求和 还不是舔狗一条 我深呼了一口气 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们都想看我的笑话 其实我也理解 毕竟以前的我都是围着柳如烟转 过去17年的根屁重生涯 就连柳如烟都觉得我这次 只是在跟他闹脾气 可只有我知道 这一次的重生是多么来之不易 我转头看向 在我身后不远的柳如烟 四目相对 穿着校服的他 此刻是意气风发 微微仰着头 似乎也在等待着 我会上台当中跟他示好 好一雪前几天被我拒绝得难看 余光中 我似乎也看到了林清雪的目光 不知为何 我居然觉得有点心虚 在老师的鼓励下 我还是站了出来 一步步走向演讲台 背后是小声的议论 顾晨安要是今天不跟柳如烟告白 我都瞧不起他 还得是我刘简 男人就是不能惯着 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群 我调整了一下话筒 自信大方开口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高三一班的顾晨安 九月桂花香 在这高三一时 背负着师长的希望 承载着自己的梦想 迎着高考的曙光 我郑重宣誓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九年寒窗魔一剑 只待他朝问鼎时 我会全力以赴 不负韶华 希望各位同学们 坚持到底 拼搏一年 让自己的理想扬帆起航 迎接我的 是全场的掌声 而上一世 我说完那番告白地话后 听到的是各种口哨 哄笑 以及各种虚声 我终于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只是我没想到 散会后 柳如烟却堵住了我 顾晨安 我们谈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我甚至连一个多余的眼神 都没有给他 静止朝教室的方向走去 柳如烟追了上来 伸手拽住了我 他不过我的反抗 把我拉到了操场旁 你到底怎么了 他猝着眉 质问我 我也不甘示弱 甩开他的手 要我说多少遍你才懂 我只想学习 说完 我就想走 他小手一抬 拦住了我 眼神里都是不可思议 你学习就学习 为什么不给我带早饭 为什么把给我的东西 送给了别人 为什么晚上不等我一起回家 为神模具 最后一句话 他没说出来 我替他说了 为什么不能拒绝你 你是谁啊 他气得发痕 竭力地咬着后槽牙 才稳住了情绪 是啊 从前都是他拒绝我的份 他高高在上 只顾自己的感受 他享受着我给他的偏爱 又把他的爱 全部给了另外一个人 而对我 只要施舍一颗 甜枣我都会甘之如頤 我以前真傻 傻得好像全世界的女人 都死光了 只剩他一个 沉默了片刻 柳如烟才吐出了一句话 顾晨安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抬眼看了看他 柳如烟 我以前眼瞎才会喜欢你 你放心 跟你的徐浩双速双飞吧 别跟个苍蝇一样 在我眼前飞来飞去了 说完我就走 背后传来柳如烟的低吼 行 顾晨安 你别后悔 自操场那天不花散后 每天早上 徐浩都会跨越三个楼层 上来给柳如烟送早饭 也会在大课间操 给他贴心的准备饮料 甚至会在我们两个班 一起上的体育课上 围打篮球的他擦汗 喂水 一时间 大家都在传 他们俩是一对了 而柳如烟没有否认 但还是有好事者 跑来问我怎么看 我正在跟物理大提 博生博死 听到后只是淡淡回道 挺好 锁死就别出来祸害人了 实在是做不出来 我还是用笔触了触旁边的灵清雪 然后把试卷推了过去 就写了一个步骤 后面想不出来了 灵清雪只是扫了一眼题目 骨节分明的手 就拿起了旁边的笔 我看他是要给我讲题了 赶紧拿着小本门凑了过去 我似乎看到 他嘴角一闪而过的笑容 这道题 要用这个公式 我们先来审题 不得不说 灵清雪真不会是学霸 这种大题从他口中讲出来 就非常通俗易懂 三言两语 就给我理顺了 我趁机把小本门上的错题 递了过去 你帮我看看这些呢 有些我虽然懂了 但还是没找到规律 他接过我手里的错题本 指尖触碰 他的手好凉 我赶紧缩回来 他专注又认真的看着 我摘抄下来的题目 我突然回想起以前 真的是愚蠢至极 大学霸就是我同桌 我居然眼里只想着谈恋爱 真是该死 他要开口的时候 我又离他近了一些 谁知道一个篮球突然砸了过来 下一秒 鼻子一阵剧痛 温热的液体流了下来 我根本来不及看谁是肇事者 就被一阵风冲过来的柳如烟 扶住头向上 他快速从包里抽出了 纸塞在我的鼻子上 语气里是说不出来的着急 痛吗 然后拉着我就要去卫生间 我只是正脱开他的手 冷冷看着他 柳如烟 你有病吗 他一动不动 低垂着眼看我 又看了看我旁边的灵清雪 冷笑 顾尘安 你的喜欢就这么短暂 短暂 我都要被气笑了 上一世 我二十多年都是围着他转 次次纵容他 是因为 我的整个人生都有他的参与 我当时天真的以为 跟他一起变老是多浪漫的一件事 可是 我高估了他 也低估了自己的感情 心里突然有点酸胀 可我还是直面着他的目光 柳如烟 大家都知道你跟徐浩谈恋爱了 你们谈就谈 拉上我干嘛 让我做你们play的一环吗 声音不大不小 但教室里的同学都能听见 人群中传来小声的笑 可柳如烟却慌了 要来拉我的手解释 我没有跟他谈恋爱 我躲开 话刚说完 门口喷一声 徐浩双眼通红站在哪里 脚边掉下来的是要送给柳如烟的饮料 他顿了顿 转身就走了 我看到柳如烟手都握成了拳头 下一秒 他追了出去 我坐下来后 灵晴雪从包里掏出了湿巾纸递给我 要不要去卫生间 我摇摇头 不用吗 裤子上沾染了一些血迹 已经干了 点点暗红 我接过来 小心地擦 只是怎么也擦不掉 很奇怪的是 明明我什么都没想 可是眼眶却止不住地发酸 我赶紧低头 明明以前每次的二选一 我都是被放弃的那个 可重来一世 仍旧是难过 但我想 这或许只是来自二十多岁顾晨安的条件反射 于是我 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 强烈地痛感传来 我在心里默念 十七岁的顾晨安 这次一定要赢 下一秒 灵晴雪温柔的声音传来 这些题 有很多解法 你要听吗 我赶紧用手擦了擦脸 抬起来头 对他自质的大牙笑 听 那天晚自习 灵晴雪把他整理的物理笔记 推到了我眼前 或许你用得上 我翻开 里面是他工整清秀的字体 汇总了每个知识点 上一世 他考的是清华 听说毕业后 又回到了我们这里 不知道是维神魔 我写了一个纸条递过去 灵晴雪 你觉得我从现在开始努力 能考上清华吗 他展开纸条 暖白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 投射出睫毛细密的阴影 高挺的鼻梁下 他嘴角勾了勾 开始提笔 我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很怕他回我 就你这水平 学 可展开纸条 上面只有一个字 能 或许是这一世 想改变命运的欲望太强烈 也或许是 有了来自大学霸的肯定 我燃起了熊熊的斗志 我开始整理各科笔记 开始梳理知识点 以前我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 很多题目都是一支半简 现在 我从最基础的开始做 把课本上的知识 嚼了又嚼 得益于跟灵晴雪是同桌的关系 我把这个学霸资源 用了又用 甚至还趁机 加上了他的联系方式 方便更好的咨询 遗体难题 他的朋友圈 发的动态很少 但重负出现的 只有一盆向日葵 或许这盆向日葵 对他来说 有着特殊的含义吧 就像以前柳如烟 总是在朋友圈 若有若无发一些枝子花一样 枝子花的花语 是永恒的爱 后来我读懂了 那是代表徐浩 柳如烟想白头偕老的 其实是他 想来 好像最近徐浩 没来给柳如烟送早饭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 我桌子上 多了一瓶酸奶和面包 我问林清雪 这是你的 他摇了摇头 后面的女同学 戳了戳我的背 小声说道 我来得早 是柳如烟送的 走 两人冷战后 又跑到我这找存在感了 我甚至都没转头看他 走到了班级最后 扔垃圾桶了 回来时 柳如烟伸出脚拦住我 眼底是暗藏的怒气 顾尘安 你什么意思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指着垃圾桶 早饭是我买的 哦哦 你就这个态度 把我笑乐了 柳如烟 你被夺射了是吧 就一个早饭 要我什么态度 跪下来给你磕个头吗 他目自欲裂 气急了 顾尘安 你闹也闹够了吧 到底要怎样你才理我 我双手抱胸 邪逆他一眼 把他上一时说的话还给了他 你有完没完 能不能找点事做做 我很忙 然后越过他的脚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柳如烟低着声音 好 顾尘安 你厉害 当然更厉害的还是林清雪 稳稳第一名 甚至还甩后面的人很多分 我看着排名 暗自想 要是能有一天 排到他后面就好了 于是我更加努力 恨不得一天24小时 挡成48小时用 甚至后悔 前两年那么好的时光 我居然都把心思 用在了柳如烟身上 真是脑子进水了 在光荣榜上站了一会 我起身要走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林清雪站在了旁边 我指了指上面的照片 拍得挺好看的 过去两年 他都在绑手 他顺着我的方向看过去 点了点头 倒是一点都不谦虚 回教室的路上 他突然开口 顾晨安 嗯 你确定要考清华吗 我抬眼看他 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肩上 将他的白色衬衣 都染上了暖衣 他的眼神真挚又明亮 倒影出了我的模样 我迎着他的目光 重重点了点头 对 林清雪 我总有一天 会出现在你名字旁 可是我没想到 徐浩居然来找我了 上一世 我跟他整个高中都没有交集 这一世 我想 可能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 所以让一些人物关系 也发生了改变 他在体育课上堵住我 我身怕 发生一些百口莫变的事情 打开了手机录像功能 他上来 就想要打我一拳 被我眼疾手快挡住 我挡开他的手 他恶狠狠看着我 顾晨安 你以为你玩这些把戏柳如烟 就会喜欢你了吗 我笑了 我看你是大脑完全不发育 小脑发育不完全啊 我要他的喜欢干嘛 他的喜欢指几分 你 你喜欢他 你找他去呗 你们两个人吵架 拿我出气 我可不是垃圾桶 什么都回收 我真的不想跟他多纠缠 转身要走 他拉住我的手 我告诉你 柳如烟喜欢的是我 实相的话 你就离他远点 给我整笑了 大哥 你有病就去看病 柳如烟喜欢谁我一点都不关心 有空在这里找我麻烦 不如多写两道题 浇灌一下自己平级的大脑 怪不得说他跟柳如烟是一对呢 都是两个听不懂人话的 对于这种人 我话都不想多说 刚走到足球场旁 徐浩又追上来拦住我 下一秒 一个足球朝我们这里飞来 多亏他挡住了我的视线 球直接砸在了他身上 他摔倒在地 但我因为被他拉住 惯性作用也摔在地上 不远处的柳如烟冲了过来 怎么回事 徐浩扶着额头 假惺惺看着他 头好痛好晕 我是不是脑震荡了 好家伙 我真怀疑他脖子上长的脑袋 只是为了显高用的 砸的是身上 这都能脑震荡 医学生听了 都得现场拿他去做标本 我冷笑 他却抱住了柳如烟的腿 我只是想找顾陈安道歉 谁知道被他推了一下 我真的没想过伤害他 我只是想让他别不理你 你别生他的气好不好 又是这种桥段 上一世 我见过太多次了 而每一次我反驳 柳如烟都会冷眼看我 让我不要没事找事 这次我没说话 撑着手要爬起来 谁知道柳如烟 却一个剑步冲到我身旁 直接抱起了我 哪里受伤了 给我看看 这个举动 让躺在地上的徐浩 和在他怀里的 我都震惊了 他低着头看着徐浩 语气没有一丝温度 你自己不学习 找他干嘛 徐浩的脸都黑了 委屈地看着他 柳如烟 他只是皱了皱眉 眼神都没有给他 上一次 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不喜欢你 你别来找我了 另外 如果我再发现 你打扰顾陈安学习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让柳如烟走开 只是 手擦破了一点皮 连血都没有出 柳如烟还是固执地 给我贴上了创口贴 他低着头 一向骄傲的他 第一次放下姿态 声音里带着祈求 顾陈安 上次篮球不小心砸中你后 我就跟徐浩没来往了 所以 你能不能别这样对我了 我总觉得 上一世在火场里 我遗忘了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只是 我依旧不想 跟柳如烟有任何的牵扯 他送早饭 我给了前面的胖哥 他送零食 我晚自习前分给大家吃 他给我准备礼物 我全部退回 我们的关系 像是发生了改变 他开始重负 我以前为他做的事情 可我 依旧没有理他 准确的来说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跟他纠缠 我一心只想学习 只想不断缩短 跟林清雪的距离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把目标设得很高 最后 哪怕你没有达到 但你离目标也不会太远 我把这句话打印出来 贴在了桌子上 并在上面用黑色的签字笔写上 北京 等我 后面是大大的感叹号 林清雪看到后 笑了笑 我侧头 怎么 你觉得我很幼稚吗 他摇头 没有 那你笑什么 林清雪没说话 但是拿起笔 在那段话的背后加了一句 等我上清华 我不确定 这句话是写给我的 还是写给他的 但我依旧记得 秋日的午后 微风扶过教室的窗帘 带起了阵阵涟 眉眼清澈的少女穿着校服 紧握着笔 珍重的书写着梦想 我们相识一笑 原来 学生时代 也可以为了梦想 和某个人产生心有灵犀的默契 日子过得很快 其中考如约而至 我这次的名次进步了一点 刚刚第十名 连班主任都看到了我的进步 在办公室单独找我聊 里面 林清雪正在帮老师准备一些资料 老师说的是 每周会抽三天晚自习的两节课 给年纪前五单独辅导 是朝着培养清北的学生去的 跟我说的意思 是看到了我的潜力 希望我也能进入 我点了点头 好的 老师 我会加油的 离前五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对自己的情况 又做了复盘 现在我薄弱的是物理和生物 物理是我老大男了 一直就不怎么样 但也意味着 进步的空间很大 生物 是我不喜欢被东西 追究到底 还是自己基础部落 从办公室出来后 在走廊里碰到了 也刚出来的林清雪 回教室的路上 他喊住了我 顾晨安 我转头 他眉眼舒展 少了疏离感 我相信你可以进前五 我愣了愣 笑了 我也相信我自己 但是现在物理和生物 真的还需要提升 我还得再努力 天色昏暗 校园里的路灯次地亮起 远处的高楼灯火炉晝 我跟林清雪 并肩走在回教室的路上 女大学霸的邀请 而林清雪 真的是说到做到 他带着我 梳理物理知识点 不厌其烦地 跟我讲解每一道题的思路 不断画着图 给我构造画面感 一段时间后 我感觉确实 自己做题的思路有了提升 而针对生物 他直接魔鬼训练 让我死呗 我抗议 男生文科类的知识 就是很差 我背不下来 林清雪板着脸 不行 好比铁面阎望 没办法 为了不打扰到别人 每天晚自习开始前 他就在操场旁守着我 必须背完指定的任务 那天我背着背着 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 在灯光的照射下 他们悠悠地 柔柔地落下 然后在手掌心融化 很多同学都趴在窗户上欣赏 拍照 我望着雪花问道 林清雪 我想考的是清华 你呢 他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回 转过去接了一朵雪花 我也是 林清雪 我一定会考上的 我知道 我低下头来 莫名有点伤感 想着上一世的种种 像是一场梦一样 这种荒谬的事情 谁都不能理解 我很怕这一世 又会出什么幺蛾子 很怕重来我依旧 还是没办法 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只能自己一个扛着 把所有的悲伤 都化作向前的基石 可能是看我许久没说话 林清雪坐在我身旁 柔声说道 顾晨安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可以跟我说 操场人来人往 头顶雪花飘扬 我仰起头 努力掐着自己的手掌心 生怕被他看出来 我一个男子汉 眼眶居然会红 我不想认说 我也不能说 于是我深呼一口气 对他说道 林清雪 要不要跟我赌一把 他的声音带着点笑 赌什么 赌我会追上你 最后一朵雪花落下时 我听到了他的回答 你会赢的 期末考前 我跟林清雪 被叫到班主任办公室谈话 这次期末考 也是全省第一次模拟考 都说一模的成绩 会预示高考成绩 所以班主任 跟前时的同学 都进行了谈话 让我们不要紧张 平常心对待 没想到 出来迎面 就碰到了柳如烟和徐浩 徐浩 是唯恐天下不乱 这不是理科第一的林清雪吗 哟 顾尘安 怎么 不舔柳如烟后 跑去舔大学罢了 柳如烟的脸 变得很难看 林清雪想说什么 被我拉住 我觉得 没必要跟他们费什么口舌 谁知道 他又讽刺到 手都拉上了 柳如烟是对你不够好吗 脚踏两只船 左拥右抱 你真丢我们男人的脸啊 这不能忍了 我对过去 我说 怎么大老远就闻到一股臭味 原来你口臭还没治好啊 你呢 文科钓车尾班的钓车尾学生 语文及格了吗 就在这里大放厥词 徐浩刚要开口 柳如烟打断他 你有完没完 他莫名背后 脸上有点不可置信 柳如烟 我为你说话 你还怎么对我 我也是为你好啊 烦死了 我不想跟他们纠缠 拉着林清雪要回去 一旁的柳如烟 却突然开口 林清雪 我们聊一聊吧 我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但是回到教室后 柳如烟的气焰感觉 一下子就下去了 我凑到林清雪旁边 问他 他有没有兄弟 他摇了摇头 只是聊了聊 聊什么了 女人之间的话题 什么话题 高考后你就知道了 我网组以上一堂 笑道 小女生还搞神秘 林清雪拿着 刚发下来的物理试卷 你很闲吗 来 这道题你 给我说说怎么个逻辑 期末考进场前 林清雪给我塞了一颗糖 吃了心情会变好 心情好了 体就都会了 我捏着糖 你放心吧 倒是你要好好考 男生潜力无限 不然我会超过你 林清雪笑了笑没说话 最后一颗考完后 雨过天晴 冬日的阳光照射下来 人都变得暖洋洋的 柳如烟在教室外等我 我妈说 好久没见你了 跟我回家吃个饭吧 我不想去 有时候我也在想 如果上一世 我和柳如烟 没有走到一起 我们还能不能做朋友 答案是 不能 我没办法跟自己 喜欢的人做朋友 就像现在 我也没办法 因为这一世柳如烟 还来不及 践踏我的真心 我就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 以前我对他的好 他都觉得理所当然 他利用我的感情 当做跟徐浩赌气的筹码 我没办法原谅他 那就只有尽量远离他 我摇了摇头 我就不去了 马上寒假 我要去买学习资料 柳如烟的眼里 闪过一丝痛苦 语气里都是迷茫 顾尘安 你告诉我 我到底错在哪里了 如果我以前对不起你 我改了 我还有什么错 你能跟我说吗 能不能别用 这种陌生的眼神看我 我顿了顿 回他 如果你是真的想弥补 就别打扰我了 我绕过他 走了 而他站在走廊里 额前的刘海掉落下来 遮住了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看到 他好像哭了 期末考分数公布 我刚刚第五名 尤其是我的短板物理 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把成绩发给了林清雪 看 个还是厉害吧 他很快回复 还需进步 我 第五名了 还不够 他 毕竟某些人说了 要追上我 吓得我又赶紧做了两套试卷 压压惊 寒假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都把自己锁在家里好好学习 就连每年要去给柳如烟家拜年 我都没去 我妈担心我 儿子 劳一结合 别把身体弄垮了 他不懂 我是不想再看到柳如烟 何况 学习是真的上瘾 我恨不得一天的时间都在家里 按照惯例 我爸妈估计会打麻将到很晚 斜到深夜 看了看窗外 又在下雪了 而且越下越大 地上已经堆了很厚一层 我换上了羽绒服 准备去堆个雪人 下去才发现 忘记带围巾了 算了 反正一会就上去了 我蹲在地上 刚把大圆团做好 眼前却突然多了一双鞋 往上看 是柳如烟 他手里还提着保温筒 我扫了他一眼 又继续手里的动作 你没来 我担心家里没人给你做饭 就给你送来了 我没理他 继续做第二个雪球 冷风灌进我的鼻子里 冻得我打了一个喷嚏 而下一秒 柳如烟扯下自己的围巾 就要给我围 我伸出手来挡住 不用了 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有些尴尬 半场 他又收了回去 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也蹲在地上 我来帮你 很小的时候 我和柳如烟 就喜欢一起打雪仗 喜欢堆雪人 他总是说 我堆得一点都不好看 嘴里嫌弃着 手里的动作却没停 我就趁机把雪团 朝他脖子里丢 十六岁的冬天 我再次这样的时候 却恍然发现 原来柳如烟 已经出锁成大眼睛的萌妹子了 我想要捉弄他 却被他躲开 脚下一滑 然后我们一起 摔在了雪地上 我们两个呼吱呼吱的喘气 却又笑个不停 那个时候 我躺在他身边 想的是 我这辈子都要跟柳如烟在一起 不会让他受委屈 只是 十八岁的今天 我们却只有相顾无言 我在雪地里待了多久 柳如烟就陪了我多久 直到我抽出一支笔 来做雪人的嘴巴 这才听到了他颤抖的声音 我跟徐浩没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不喜欢他 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不管你相不相信 顾承安 你在我眼里 心里都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起走过十八年 你能不能别不要我 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带着些哽咽 你明明说过 长大后会娶我的 一朵又一朵的雪花 落在柳如烟的头上 身上 青山不老 为雪白头 只是我不在乎了 我拉紧了帽子 用很平常的语气说道 你就当是我变了吧 柳如烟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秒 我都觉得不舒服 我不喜欢你了 你别来缠着我了 我转身的时候 被他拉住 你真的喜欢上灵晴雪了吗 我耸了耸间 用他上一世 对我说的话对他说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那天我上楼后 柳如烟一直站在下面 待了很久很久 而我把窗户拉好 继续跟我的物理答题熬战 过年的时候 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祝福 我一一回复 又继续刷题 柳如烟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那是我去年送他的新年礼物 是一个大大的乐高 我拼了整整三个通宵 我没回复他 直到快零点的时候 林晴雪发了一条消息 新年快乐 我刚要回复 对话框又多了一句 送你一个礼物 十秒后 一份文件发了过来 只有言简一概的两个字 物理我打开 是林晴雪又重新整理的 高中三年的所有知识点 及相应的经典题目 很有心 但这可难不倒我 我也把我汇总的语文知识点 打包发给了他 震惊 小帅语文140分的秘诀在这里 很快 林晴雪打来了电话 顾晨安 咋了 这次 你一定要好好的 你会考上清华 你也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林晴雪的声音 带着少女的娇软 让人听了 心里痒痒的 我笑了笑 怎么突然说这些 美女学霸 不会因为是语文比你好 你就怕了吧 是的 我怕了 你怕什么 空气安静下来 顿了顿 我才听到她的回答 怕我追不上你了 我笑了 林晴雪 你会的 这个寒假很短暂 很快就开了学 因为我考上前五的原因 晚自习我终于能跟学霸们 一起享受老师们的单独辅导 我们五个人 就像是海绵一样 不断吸收着老师们提供的知识 充盈自己 每每在课前 大家讨论着梦想的大学生活时 眼里都是光芒 又到了百日试试大会 这一次 是林晴雪 作为学生代表 上演讲台 带领大家宣读誓言 最后 她说 希望大家迎着太阳 向着光明 我一愣 想起了我高一的自我介绍 我叫顾承安 大家别看我难相处 岂说很阳刚 因为我是迎着太阳出生 会像向日葵一样 会永远向着光明 我看向台上 隔着很远的距离 似乎林晴雪的目光 也落到了我的脸上 一张张直卷 一次次考试 就是高三最后一学期的日常生活 二模 我考了第三名 三模 我考了第二名 不仅是年级的第二名 是全市的第二名 这次 我跟林晴雪的分数差距 进一步缩小 刚想要嘚瑟一下 她就按住了我 让我把物理试卷拿出来 好好分析错题 嗨 满分的大神惹不起 我能怎么办呢 当时是好好听话 纠正错题 再继续反复练习 同类型的题目 高考前几天 晚自习快下课的时候 林晴雪突然开口叫我 顾承安 啥 高考你要加油哦 我笑了 我肯定会的 我可是向上天祈祷 重来这一次的机会 怎么可能不珍惜呢 嗯 遇到什么问题 一定要跟我说 好 需要帮忙的 也要找我 明白 还有 还有什么 我转头 她笑了笑 又摇了摇头 眼神清澈又明亮 北京很美 我知道了 大学霸 然后她从包里 掏出了一个平安符 放在我桌子上 大年初二的时候去求得 希望给你带去好运 我拿起来 为什么现在才给我 也不晚 谢谢 不说话后 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执张的声音 我侧过头 看着她 教室暖色的光线 给她的发烧 镀上了一层金黄 连带着 整个人都变得温柔起来 灵晴雪 我喊她 嗯 北京剑 好 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却没想到 去考试的路上 被人拦住了 几个混混挡在我面前 我皱眉 往一边走去 他们又嬉笑着堵住我 其中一个染着红头发的人 一脸皮笑 学霸要去高考了 确认了 是专门冲我而来 可我自认为 在过去的一年 每天埋头学习 没有得罪过人 能来找我的 只有一个人了 是徐浩让你们来的 谁找我们来的 并不重要 只是想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今天高考 有什么事情 我们考完了再解决 行吗 那几个小混混像是看笑话一样 在看我 考完了 可就晚了 帅哥 你主动跟我们走 我们保证不动你 要是你敢反抗 那下场是什么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说完 他们几个看着我的手脚 估计是想弄废 我意识到硬拼肯定不行 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别去今天的考试 可我努力了这么久 怎么甘心就这么错过 我的手在口袋里 要拨打110时 背后出现了柳如烟的声音 你们人多 欺负我哥哥 算怎么回事 红毛冷哼一声 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看他们摩拳擦掌 人又多 对比我们两个人 胜负已定 于是拉了拉柳如烟 直接冲过去 可没得我们反应 围手的红毛就冲了过来 柳如烟一把护住我在身后 你快走 我们三个赶紧逃了出来 好在因为高考是大事 接上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 在距离考试开始 还剩五分钟的时候 警察叔叔一路护送我们 顺利赶到了学校 进去前 临晴雪赛给我一颗糖 对我说 顾晨安 加油 想着自己要去北京的目标 我点了点头 两天时间 就像在梦里一样 很快就过去了 我只记得 一闭如洗的晴天 缠鸣的声音 风吹动树叶投射出的光线 好在的是 那天柳如烟也没错过考试 虽然他不顾危险 想要救我 但我并不想牵他人情 只是 经过调查没查出什么来 那些混混判定的是 寻资挑事 所以也只是口头教育了一下 可我知道 这背后 应该是徐浩 晚上 班级组织聚会 碰巧和徐浩他们搬在同一个地方 我拿着啤酒瓶走了过去 然后一下敲在他脑袋上 人群里爆发出尖叫声 我当着众人的面 打开之前的录音 那句顾晨安 柳如烟喜欢的是我放出来时 他的脸顿时发白 我一拳打过去 徐浩 你找人赌我 让我不能去高考 这件事 我们得好好聊聊 血合着啤酒 从他的脑袋上流下来 我看到他眼里闪过慌乱 我猜对了 可是他却突然一拳朝我打来 被我躲开后 他吼叫 顾晨安 你特么是疯子吧 有本事你报警啊 我确实是疯子 能重来一时 我已经没有什么 好事就可在乎的了 我对着他们班里的人笑了笑 私人恩怨 我们先去解决一下 然后提着他的衣领 要拉去没人的包间 中途 柳如烟走了过来 我抬眼 让开 我不打女人 徐浩像是找到了救星一样 拉着柳如烟的衣袖 柳如烟 不是我 你快报警 顾晨安 柳如烟开口 我看向他 心疼我打你的白马王子了是吧 可下一句 他却说道 我相信你 顾晨安 接下来的事 交给我 我有些疑惑 但是 他却先拉着徐浩走了 我也没有心情去聚会了 坐到一旁的椅子上 突然觉得挺没意思的 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一世柳如烟 会有这样的变化 但一切都太迟了 我摸了摸心脏的地方 恨他吗 我想我是恨的 恨他践踏我的爱 让我为了自己的不清醒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爱他吗 或许上一世还有吧 只是都被那场突然而来的 大火烧得一干二净了 觉得嗓子浅色的厉害 我迫切地想要喝点什么 一瓶水得到了我眼前 是灵清雪 不知为何 我居然觉得有些心虚 刚才的事情 他应该看到了吧 他会不会觉得 我不分青红皂白 诬陷别人 毕竟 那天是我们一起包的锦 而结果我们都知道 我抬起来头 看着他 是不是觉得我是小人 他摇了摇头 朝我走近 然后坐在了我旁边 白痴灯下 他的眉眼依旧清冷 你的心情好点没 我有一瞬间的错愕 很快转过头来 点了点头 又赶紧摇头 抱了愁 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开心 他从包里掏出一瓶酸奶来 打开地到我眼前 那你吃点这个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笑他 美女学霸 男人发现怒火 可不是靠一瓶酸奶就可以的 我看到他的脸 一瞬间变红了 就连耳朵尖都红了一片 半赏他才开口 那你以后教教我 聚会还是要继续 我不知道柳如烟跟徐浩说了什么 反正晚上就没看到他了 而他回来后变得很奇怪 不时看着我 眼神里多了一些 我看不懂的情绪 似乎像是一下子变老了一样 在同学们的各种敬酒环节下 他走到我面前 端着酒杯 下一秒 几滴眼泪却流了下来 他说 对不起 顾尘安都过去了 柳如烟 希望我们的纠葛就此结束 我实在是不想跟上一世一样 现在这段感情的泥沼里 痛苦不堪 只想远离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人 从此 不再相见 就好 可柳如烟 还是拉我到了一处没人的包间里 昏暗的空间 只听到我跟他的呼吸声 沉默了片刻 柳如烟伸手摸了摸我的眼睛 我听到他压抑着声音问道 顾尘安 你的眼睛还痛吗 我一愣 看向他 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原来是因为我以前那么伤害你 你才变成这样的 原来他也重生了 而我一直没想起的事情 终于想起来了 为什么那天 徐浩会上门 是因为 我在医院检查的时候 遇到了他 我眼睛出现了问题 一直在找何氏的眼角膜 而眼睛为什么会这样 是我去机场接柳如烟的时候 出了车祸 那天 他却去找了徐浩 一夜未归 后来他不停忏悔和道歉 说要帮我 找到何氏的捐赠者 终于找到了何氏的 我可以不用忍受 即将失明的痛苦 但是却碰到了徐浩 他知道这个消息后 脸都黑了 而我却满怀激动 想等柳如烟下班后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没想到却等到了徐浩 如果我们一起陷入绝境 你猜他会选择谁 还有 柳如烟怀孕了 你们这么 久没有夫妻生活 就不用我说 孩子是谁的了吧 像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终于清醒 决定离婚 只是 我没想到 会突然出现火灾 我不死心地叫着救救我 可是我看不见路 而我知道的是 柳如烟拉着徐浩 头也没回地走了 那一刻的我是什么心情呢 似乎没有什么心情 就连眼泪都没有掉下来一刻 可现在 我的视线瞬间就模糊成了一片 我轻轻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我一个大男人 从小就没哭过几次 被柳如烟无数次放弃 我没有哭 眼睛失明 料我也没有哭 可现在 我哭了 是感谢上天 给我这次可以重生的机会 让我可以重见光明 让我可以不再围着柳如烟转 柳如烟想抱我 被我躲开 你走吧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立在哪里 单薄的身影 像是一下子就变沧桑了一般 他哽咽着声音 眼泪不停流下 顾沉安 对不起 对不起 可柳如烟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吊着我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又要摆出 现在这样的示弱的姿态 我转过身去 淡淡道 柳如烟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他蹲在地上 失声痛哭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像是一个失去挚爱的可怜人 半晌后 他抬起头来 双眼不满血丝 想来触碰我的手 我以前真的很渣 顾沉安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彷復只会说一句对不起 可被见他的心 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痊愈 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 他又说 不管你信不信 我扶许后 只是因为他离出口更近 而且消防员马上就到了 所以我没有回头 不 柳如烟 如果我在你心里最重要的话 你眼里不会有别人的 何况 我当时还是一个瞎子 他像是被我戳中了痛楚 身子颤抖着 绝望地 痛苦地看着我 最后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定一样对我说 可以给我最后一个拥抱吗 我摇了摇头 我想 没有必要了 临走时 我听到他的声音 旁扶从远方传来 顾沉安 我会向你赎罪的 可是太晚了 我不在乎了 聚会散场后 我喝醉了很难受 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重重地敲打着我 快要喘不过气来 林秦雪拉着我的手 眼神里盛满了温柔 要是觉得难过 我的肩膀可以给你靠 可我一个大男人啊 他才多大个小身板 但我还是靠了过去 眼眶就有点发酸 两行泪流了下来 我以为刚才我就已经把眼泪流钱了 可是没有 他们还是不受我的控制 拼命往下掉 在夏夜的微风中 林秦雪轻轻拥住我的头 让我靠在他柔软的怀里 少女好闻的气息 瞬间包裹着我 顾沉安 结束了 我死死抱住他的腰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他轻拍着我的背 语气温柔又坚定 我们都会有更好的未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他来我家楼下叫我 我探出窗口 他穿着蓝色的T恤 整个人清爽又闪亮 跟那晚完全不同 让我想起了 以前初中他在楼下 等我一起上学时候的样子 一如年少 我刚准备把窗户关掉 柳如烟对我挥了挥手 笑了笑 顾沉安 再见了 我没想到 在这个寻常的午后 这句再见是这个意思 上衙小区突发大火 消防人员赶来时 屋内两人已没有生命体制 据悉 两人系今年高考考生 具体情况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 这一天 高考出分 而柳如烟和徐浩 死在了这场大火里 我去参加柳如烟的葬礼时 他的父母 转交给我一个盒子 我打开 里面有一张照片 那是我和柳如烟 初中毕业单独的合照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他靠在我身上 笔了一个页 背面有一行字 是我写的 我顾沉安 会永远做柳如烟的太阳和依靠 温暖他照耀他 还有一支笔 是那晚 雪天我留在雪人身上的 以及柳如烟 留给我的一封信 顾沉安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不知道我上辈子 居然对你这么不好 我真的好后悔 我其实没有不喜欢你 想法我爱你 我只是有时候分不清对你 是喜欢还是习惯 直到徐浩出现 他的性格跟你不同 我以为我是喜欢他的 可是我又不想失去你 我承认我是个渣女 想起以前对你做的那些事情 我都想回去揍那个柳如烟一顿 那天灵清雪问我 我能给你带去什么 让你开心了吗 让你变得更好了吗 我都没有 我只会让你变得颓废猜忌 没有安全感 他说 如果我想让你开心的话 就替你扫平一切前进的阻碍 我才知道 他做的不比我少 他甚至找人去教训了徐浩 还警告他不许来找你 这些 我都不知道 看起来那么冷 眼里只有学习的小女生 也会有这样狠毒的眼神 我以为这一次 你是因为徐浩 所以我很早就远离了他 想重新获得你的关注 可你对我只有冷漠 我的心比刀哥还要痛 直到 聚会那天 我想起了一切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上辈子 真的结婚了 如果是现在18岁的柳如烟知道 肯定会高兴死 可是你却死在了那场大火里 是因为我 上一世那场 火是徐浩座的手脚 所以这一世 就让我来替你做点什么吧 真希望18岁的柳如烟死掉 这样就不会有25岁 践踏你真心的柳如烟了 如果你看到了这封信 证明我成功了 顾承安 这一辈子 你要幸福啊 千万不要记得我 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 我再亲自向你赎罪 你就别推开我了 好吗 还有 这一世18岁的柳如烟 爱顾承安 出来后 林秦雪给了我一个拥抱 眼光刺眼的厉害 我的眼睛有点睁不开 想倾诉的话 我可以当听众 心痛吗 没有 只是畅然 上一世 我为我的执着付出了代价 这一世 柳如烟用她的生命 进行赎罪 重来 结局居然是这样 是我没想过的发展方向 那天 我和林秦雪 绕着湖边走了一圈又一圈 我没说话 她就一直陪着我 直到星光闪耀 而她的眼睛 依旧明亮 开学转眼就来 我和林秦雪坐上同一班飞机 飞机上 我问她 林秦雪 你为什么要考清华 因为 你想考 你为什么喜欢向日葵 她说 我记得开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上去自我介绍 她说 我叫顾晨安 迎接太阳出生 永远向着光明 我大言不惭 美女学霸 你不会是从高一就暗恋我了吧 是啊 所以 要不要当我男朋友 很久很久后 我才知道 原来我跟林秦雪的牵扯 早已在上一世就有了 这像是一个循环 这一世 是因为我说要考清华 林秦雪才会考清华 而上一世 林秦雪考的清华 是因为这一世的我说想要去 我笑了笑 握紧她的手 女朋友 以后请多指教 林秦雪翻外 你用什么来交换 我用我的灵魂 林秦雪 你要知道 人死不能复生 我知道 所以 我希望能重来一世 重来一世 你能保证顾晨安 不会重蹈覆辙吗 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 她能好好地再活一次 哪怕用我的生命献祭 如果结果还是原样呢 你后悔吗 不 我永不后悔 一起重生的那天 在柳如烟向她表白时 她越过人群 走向了我 我想 林秦雪 不管结局如何 你都值了 而我喜欢向日葵 是因为 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 是对顾晨安 上辈子没说出口的 沉默的爱